剧集的热播 男女主角陈晓孙丽的功劳 不用多说 一众配角们的卖力演出 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特别是为该剧献上了 出道二十年来 银瓶光头处女秀的何润登 姑娘 我给你五两银子吧 谢谢先生 这鱼配给你 不用了 这是你家祖传之物 你好好留着吧 前脚遭遇碰瓷 因为杜明里出手 才免于被骗 后脚又被周应的 委屈眼泪骗走了银两 演奪了硬汉和武将的何润登 这次出演温润暖男吴聘 如何收敛起浑身武功 敢用眼神含蓄表达 成为他的主要挑战 而见证了何润登 从暴躁怪异的毛节 到温温尔雅的吴聘的导演 丁黑 自然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位 这部戏呢 把他最温暖 最善意 最诚恳的那边 又给了这部戏 所以他我就说 他人生的那种丰富性 都带到我们故事中来了 戏中的吴聘对周应宠爱有加 戏外的何润登 对老搭档孙丽 也是相当维护 陈晓总觉得 插着 背儿呢 你可以骂我老 不能骂我的好朋友孙丽 他还年轻啊 对朋友那是两肋插刀 对自己 何润登就是自黑精神有加了 当我看见第一个出场的人 是何润登 复分就已经成了不能改变的事实 那你得再看我一部戏 因为看两部呢 就可以负负责证 不愧是出道23年的资深演员 何润登面对差评的胸怀 是杠杠的 说起他的代表角色们 不经云欧陈 都是段子手们 创作的热门素材 何润登简直 马锦涛 狄青的传人呢 不敢当 不敢当 其实大家好像很喜欢我跟马锦涛一起 马锦涛老师 还是我们有一个 河马CP啊 表情包什么的 何润登才不在乎 不经云那头泡面发型 他也是热得自嘲 不经云后十多年 何润登又挑战了不少角色 终于有一部分观众开始点赞了 但这听着怎么觉得怪怪的 你能相信何润登成为了这部电影的顶梁柱吗 那我健身没有白健 想不到有生之年 看到何润登竟作为一个前辈 撑住了场子 没关系你还年轻 你要很多年好不好 你还可以再有机会再看我称场子 何润登这个星际boy 找一群不会演戏的人来 称得自己演技好 不准这样骂我的朋友 别看他回得很开心 其实何润登也是很焦虑 几部电影积攒下来的好感 又迅速被霸道总裁师的作品 给磨得一干二惊 宝宝心里苦啊 这人设啊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真演过很多吧 对 所以呢我相信 不止我腻了 观众也腻了 所以拜托不要再找我演霸道总裁了 没有 你看我穿的就一副寒酸样 都破的都破的 你看我哪里像霸道总裁啊 所以各位片方导演注意了 不光是霸道总裁可以找何润登 像那年花开月正元中 双双接再见的吴聘 这样的角色 何润登演起来也是拖拖地 继续的再现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